说说天气 前几天秋风秋雨的天见凉 我看有人把羽绒服都套上 但这两天气温您看真有个稳当劲 暖暖和和的 我那风衣都得尝着活儿喘 但是告诉你 季节转换的时候可不能大意 保暖和养生方面都得多注意 那怎么个注意法呢 来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今天气温较昨天有小幅回升 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 温度合适 微风不燥 不少市民也趁着周末出门赏赏秋景 这个阳光不是特别通俗 可以照照相什么的 我们来这觉得这个效果不错 今秋十月不是最好的时节 温度也不错 挺适合油园的 孩子的话就是好冻嘛 然后你不敢给他穿太多 毕竟北方气候嘛 肯定是有一点干燥 然后但是秋高气爽 前几天有点凉 昨天开始其实就有点热了 穿两件得穿的吧 冷就加 热就拖 夜间呢 前半夜仍然是以多云为主 后半夜呢 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夜间的湿度比较大 有清雾 风力不大 最低气温呢 在13度左右 预计呢 从后半夜开始 到明天白天受冷气的影响呢 陆地会出现东北风 四到五级 站方七级 东部地区的风力会大些 由五到六级 站方七级 明天白天受风力影响 天气也转为以晴天为主 最高气温受冷空气影响 会降到18摄氏度左右 秋意更浓 雨水减少 天气干燥 在饮食方面需要多吃一些山药 银耳 红枣 核桃 莲藕等温补的食物 减少辛辣刺激 以及熏烤类的食物摄入 在起居方面 有关节炎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市民 需要注意自身的保暖 天气寒冷之后呢 有好多高血压患者 开始出现了脉压差的一个大的变化 甚至有的收缩压升高的很明显 而且血压的昼夜波动也很大 天气转冷之后 我们人体的血管收缩 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 我们说寒冷本身呢 不会导致关节炎 但寒冷会加重关节炎的一个不适 那在中医来看的话呢 天气转冷之后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阳气 首先呢 我们自己也可以对一个保暖的措施 添加一下衣服 戴好围巾 戴好帽子 戴好口罩 本台报道 秋高气爽 金灿灿的稻谷颗粒归仓 奏响水稻收割的丰收曲 金秋十月 田津地头洋溢着大伙 收获的喜悦 在西青区新口站第六府村 大片金色的稻田迎来收割机了 接下来咱们跟着村民的镜头到现场看看 朋友们 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天津市西青区第六府村 大家往洋看去 这是我们的切勿的岛天 马上就丰收了 六府是个好地方 大清和良爱好风光 北面的素菜难免收凉啊 我们的生活是万年长 好 春天播种 秋天收割 从插样岛广改 经过了六个月的阳光渔落 从一个小小嫩绿的绿苗 现在长成一个大岛水 你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的岛谷 沉甸甸甸的巴掌的岛养都压完了 马上就要丰收了 金秋十月 是收割水稻的最好的时机 咱们第六府村呢有一种收割水稻的方法 不用鸡血作业 用传统的方法收割水稻 下面就带您体验一把 熟个水稻的感觉 一起听听 最早事儿的证业 现在呢是施行的这个岛血工胜 蟹呢吃虫儿 发的很鞭的可以刺骨咱的这个岛天 宣存的耕地面积是一万多亩 土地非我 随资源的特别充足 血收获呀 血加工 亩产是五百公斤 血加工大米 底脸喜唱 死做这些光亮的口面 我忘了听我介绍到你了 味道怎么样的 来 你大伙儿 蒸过一块米粉 尝一尝 哦 真香香吧 太香了 大碗 味道怎么样 舵耳不黏 柔软香滑 太香了